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撇師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留下善意的留言 好了 今節我們就講一下這個西梅又激到生蝦地跳 就是講這個 所謂美國的後院國家 這樣的稱號其實就來自於 門羅主義 當然 這件事我一直都很討厭 不過是括號引出來 讓大家思考一下 之前我都科普過什麼叫門羅主義 現在這個國家 都是我媽很想去的地方 但是沒什麼時間去 這個地方就叫烏拉圭 烏拉圭一直都是想 想和中國簽署 自由貿易協議 而且他們國家說 要加快和中國這個 自貿 協議的進度 不過 那些西梅就 小心點 有個國家 你不要以為烏拉圭很厲害 台灣地區有個友邦 友邦引號 叫巴拉圭 但是巴拉圭 就是 為什麼 要放在一起 因為他們叫南方共同市場 就有烏拉圭 巴拉圭 巴西和阿根廷 之前阿根廷和巴西 對於 烏拉圭自己很想和中國簽署貿協議 是 有一些微然的 為什麼呢 他們覺得 撐你呀 賺錢不和我一起去賺 他和巴拉圭不同 巴拉圭純粹是為了 台灣叫他這樣做 因為 那麼多國家當中 巴拉圭實力 在南美洲也算弱 你說大不大 在南美洲也算弱 那麼原來呢 現在 西媒就說 嘩這個烏拉圭 他靜靜地 想靠攏中國 這個以農產品出口 貿易著名的南美小國 知不知道他們的 首都蒙德 韋迪雅就被稱為 這個 南美洲的瑞士 都挺好看 應該挺不錯 其實 巴拉圭 都算是發達的 在南美洲來講 原來他們 希望通過一份自由貿易協議加強和中國的經貿關係 他們的學者 來自烏拉圭天主教大學 國際商務研究所的所長 就叫做 巴特撒奇 這些名字 一看只是意大利名 因為他們的烏拉圭和阿根廷 南美洲當中是 最多意大利移民的 他們就說 目前 我們多項學術研究已經證明了 和中國的自由貿易 會令到烏拉圭受益 烏拉圭的經濟 規模非常小 但是 這個農業部門和某些服務業 的競爭力都很高 所以 和中國的貿易 對 烏拉圭的經濟 構成了有益的補充 烏拉圭有什麼出名呢 和阿根廷一樣牛肉 潘伯斯草原 除了潘伯斯高原之外還有草原 或者叫潘伯斯平原 這位經濟學家 在國內首位一致 在他眼中 烏拉圭 和中國如果可以簽自貿協議 意義 並不局限於貿易 而是 為了進一步在投資領域深化雙邊的貿易 關係打開大門 另外 拉丁美洲 社會科學院的高級研究員 塞喬 沙治澳 就說 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 作為小國的烏拉圭 必須和所有大國保持 對話溝通 因為 這個是 國際關係 充滿 不穩定的時候 要平衡各方貿易和政治分歧的關鍵 而這個 向中國靠攏的動作 其實我覺得 他靠攏肯定是有些貶易的 即是這個西媒肯定 但我覺得 是加緊合作關係 就令到 他的鄰國 巴拉圭很緊張 他就說 不行 烏拉圭和中國 一簽這個自貿協議 就會讓整個地區帶來不良的後果 他就說 烏拉圭和中國的雙邊協議 將對現有的南方共同市場 有些人就叫南美共同市場 記得南方共同市場就稍為準一點 構成破壞的 某些 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和第三國談判 是不適合的 不如找台灣 不是吧 什麼呀 什麼話 什麼話 台灣對巴拉圭好像10億美金都拿不出來 當然他們不是說拿不出來的10億美金 台灣拿 拿多10倍都可以 不過看看他肯不肯 捨不捨得 還有4月底 巴拉圭大選 你這些巴拉圭的 政客學者到時候 又要轉一轉彎 那就說 雖然各個國家之間市場規模和生產 結構 和參與國際貿易體 方面都存在著結構性的不對稱 他為何要說這個 因為他知道巴拉圭聚媒的國家 對吧 但是這個並非 是處理這些問題的正確方式 我又發現了一件事 有發現 台灣地區 叫做交好那些 小時候像立陶宛那些國家也是這樣的 用自己 小小的體積大大發聲 而且說得很凶狠 他們就說 在理想情況下 南方共同市場 四個成員 巴西 阿根廷 巴拉圭 烏拉圭 應該和中國 簽署一份 自由貿易協議 而並非 是你烏拉圭的國家簽 但是這樣說 你巴拉圭講明不簽 當然 巴拉圭講明不簽 我們在陸媒 這個訊息當中 是他們 得出來的資料 可能是巴拉圭想簽的 不知道 因為看到這個和宇宙天團 同一個名字 什麼新聞 鏡新聞 鏡新聞說 不用擔心 你們簽不到 因為有巴拉圭在 會擋住你們 但是烏拉圭說 對不起 你擋不到 我們 會走下去 看到最新的一個消息是什麼 其實可能真的擋不到 很簡單 因為 因為巴西總統 努拉 又要仿王 因為 上次病了 身體一般 現在終於OK了 現在去吧 原來這次他也是說南方共同市場的事 當然 俄烏戰爭就是 一個重點 如果 作為南方共同市場最大的國家 巴西說是 你很難說不行 阿根廷 因為阿根廷 跟中國的關係很深 經貿上 你不要說你一個黨 會不會三個國家 趕走你 或者不理你 不理你 難聽說 實力你最差 聲音你最大 你又說難些難路 阻礙這個 阻礙那個 阻礙穩性 對 他們就說 哦 你要顧一下台灣地區才行 什麼 什麼 因為他們就說 巴拉圭 是台灣地區在南美洲唯一的友邦 台灣原來跟巴拉圭 是有2004年有一個叫做FTA 的協議 但是因為 巴拉圭是南方共同市場的成員 未經 所有成員同意 沒有辦法跟非會員國簽署 所以 原來他就說 我們台灣 都未和你 南方共同市場簽 什麼時候到你大陸 嘩 你那裏有多少貿易額 老闆 等你 你其他 其他的國家 等你 我想最後可能 你再壓制中文樂哥 讓你趕出這個共同市場 是的 你說這個 你說這個 你說得這麼大 你都說過 你 你不要經常說得那麼大 最搞笑的 你每年 是給巴拉圭很少電動巴士 給巴拉圭 你說得巴拉圭是巴西輪郭 有4億多人 好像整個市場是你 是的 好像已經拿到手似的 我大哥 這陸媒真的說得太誇張了 不用這麼誇張 大哥 你剛剛開始 而且比亞迪 一早 在巴西已經有幾間廠 是 是的 別人在國際來說是電動車超級巨企 你那些 我都不記得他上次有什麼牌子 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因為你以為不重要 隨便吧 隨便吧 他們就說你烏拉圭 想一隻腳踏在南方共同市場 另外一隻腳踏入對華自貿易 協議先問我們巴拉圭 但你不要忘記 如果三個國家都說是對中國 可能是你不行 是不是 那麼 他們的代表 奧維耶多 就說 到時 烏拉圭你不就放棄 南方共同市場 奔向中國的壞譜 即是你中國大陸 不就 就是國際 那個協議 不就跟台灣 這個應該不行吧 你們巴拉圭都得不到什麼好處 其實 他們烏拉圭想學哪個國家 就是 智利 智利 不是南方共同市場的正式會員 而是一個聯繫國 智利擴產很豐富 其實智利和烏拉圭 在南美洲國家當中最接近發達國家水平 最接近 尤其是智利 這個擴產那麼豐富的南美洲國家 06年就是和中國簽了自貿協議 一位智利的學者 來自阿根廷布爾諾斯阿里斯省 中央大學的教授 叫拉烏和 皇馬傳奇球星魯爾的名字一樣 以前有翻譯的來歐 拉烏 這個魯爾 就說 智利和中國的 自貿協議強化了智利在亞太地區 的經貿地位 我們看到其實智利 我們有網友是在大陸做水果生意 智利的車離子大量進入大陸 這位學者就認為智利和中國 談判達成協議 根本是南美洲那麼多個協議當中 以十年來 堪稱典範中的典範 雖然雙方有著巨大的角力差距 但是 中國一直認為智利 是一個 對他們有幫助的國家 當然 巴西和阿根廷這兩個國家 都知道 烏拉圭十年來 都對著這兩個國家有著貿易亦差 但是 就沒有 提議採取 這個措施來恢復平衡 烏拉圭說 不平衡 我和 中國簽沒什麼問題 烏拉圭的學者 也說 南美 我們的輪郭 其實 大家如果是 很倫邦的話 就像巴拉圭 應該 是 可以看到我們烏拉圭要實現 發展的速度 我們要開放 我們的 自貿進程要更加快 就是和中國 南方共同市場的夥伴 必須給 烏拉圭一個喘息的 機會 和空間 即是他說巴拉圭你不要出聲 好好聽 喘息的空間 但是你不要出聲 是的 是的 這位學者更加說 和中國簽訂自任貿易協議 非但不會破壞南美共同市場 反而會有積極作用 烏拉圭的政府也相信 對華致貿協議 是可以將南美共同市場 從沉稅當中換成 當然 最搞笑的是為何不和台灣簽 大陸的經濟體量 應該台灣 都很難是根德上 我用根德上已經算不算很穩和 很穩和 很穩和 所以 不要說到那麼大 那時候說 好像一年只給了100部電動巴士 去瓜地馬拉、危地馬拉和巴拉圭 就說到整個 拉丁美洲都是我們的市場 幾億人 我們也不想這樣說 但是 有時候就被人感覺好像鄉下仔 原來 你看看別人的世界怎樣運作 但我這樣說 我跟大陸sir的咪口都說 其實有些新聞 是真的 麻痺你 令到你覺得是世界中心 其實跟 之前那些 糊糊 沒錯 沒錯 沒有錯 我都在報馬英九訪中的新聞的時候 我們這個糊糊的新聞已經蓋過他 如果你真的 那麼多人關注這個 糊糊的新聞多於馬英九訪中 亦都證明了你讀者的水平相當之 有限 當然大阿sir的訪中 是指中國大陸 不要嚇你台獨 反正 台灣就是中國的部分 就是這麼簡單 那麼 奴拉說回 烏拉圭當然很想 跟中國談生意 那奴拉更加想 奴拉呢 原來 我們節目播出的時候 他 就在中國 亦都是 開始對話的訪問之旅 他就會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有一個會面 雙方討論的當然是經貿關係 和俄烏戰爭一系列的議題 其實奴拉也挺慘 3月底的時候打算去中國 結果 就有肺炎 以及其他的呼吸毒疾病 中醫 有得去了 這個 也是奴拉第五次訪華 陪奴奴 去北京的 國會議員 再增加39位 每個人都搶著去 巴西都很多是州 那些州都說我要去 他 很厲害 整個訪華團隊 太可怕了 總數有279人 其中 一百四十多人 兩百多人是商界代表 來自一百四十多個行業 你看看 所以 現在西梅當然是着手插 إلى馬克龍 說 出賣歐盟 不代表我 馬克龍 justamente 歐洲應該 Christine 直接說 $$... 傻的这些人就说 还有你说出卖 背后的商家不知拍了手掌 浪费气 也有90名农业部门的代表 劳拉14号就正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劳拉当然也是 劳拉他自己说的 不是人家作的他 在他的官方推特 我们又见到中国的老朋友 咦 有人说劳拉是卖巴 好像没有 幸好你叫卖巴不是卖西 是的 巴西外长 韦亚拉 他就说 劳拉将会和 习主席讨论欧会战争 劳拉也是 希望推动 和谈 他更加说 在结束对话之旅之后 将会成立一个调解国小组 即是那些可以调解国家一起放入 大家一起调解这个俄乌战争 这不是好事吗? 原来劳拉在第二任期内 是参与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核谈判 9年5月 劳拉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访问时 说其实乌克兰总统扎尼斯基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俄乌战争都有责任 战争绝对不可以借怪罪一方 他说巴西是一个和平国家 对冲突不想有任何参与 间接直接都不行 他一这样说 当然 乌克兰的罵他 乌克兰的外交部发言人尼科联科 就说乌克兰不可以放弃他们领土 劳拉也叫你放弃领土吗? 为什么误人呢?一开口就 因为劳拉曾经说过普京不能够取得乌克兰的领土 但是我们可以讨论这个克里米亚的问题 其实他说的是现实和我们说的一样 克里米亚你真的拿得回? 好像美国最高将领 米利上将领都说 比较困难的 用军事 他说用军事行动去取得克里米亚比较困难 你明白什么意思? 乌克兰官方说没有任何法律 政治 和道德上的理由 要乌克兰放弃 任何一分一毫的领土 任何恢复和平的调解努力 都必须通过建立在尊重主权和根据 联合国宪章 完全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 基础上 即是这个克里米亚都拿回 这么说的话 很困难 我不是说不行 而且我们不是支持 反正我只说现实力是否这么容易 实力方面 现在看到你的实力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能 除非你西方全部实力 全部建议 就给了乌克兰就可能可以 这个也说过很多次 如果是给的话 一早应该给了 为什么要拖一年 年多 我们又说 只是巴西作为南方共同市场其中一个国家 你知不知道 中国和巴西双边贸易压是多大 你巴拉圭说得这么大 和台湾签 不是吧 你叫巴西同位签 中国和巴西的贸易压是超过1500亿美元 好 那当然 现在 他们也说 劳拉都会将南方共同市场这个议题 摆上来 但是不知道巴拉圭如何 巴拉圭会说不要 大陆没有实力的 和台湾签 又说搞什么晶片 没人相信你 立陶宛才相信 其实可能立陶宛也不相信 但难听说局撑 自己都7了 是吧 只可以这样 其实南方共同市场 之前还有一个国家叫 委内瑞拉 但是因为西方对他制裁 所以 就是 终止了他的会籍 不过可能也有机会回来 只可以这样说 你有说到这么大 是 我相信最后 乌拉圭可能都会签到 不过 会夹起巴西和阿根廷 这样 我觉得就是这样 好 那今节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是这样 拜拜